朋友们大家好 开关里面只有火线没有零线 我们怎么把这个开关改成插座呢 现在家里面开关越来越多 因为有双控灯三控灯 这个就是一灯双控电路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泡 用的很方便 但是插座不够用了 怎么把这个开关改成这个插座 并且这个一灯双控电路 我们还能接着用 今天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方法 普通开关改插座 也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怎么来操作的呢 没有零线 让很多电工都头疼 我们先把电断了 断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双控开关给它打开 这里面是三根线 这个开关后面是五个孔 这三个孔是这个五孔插座的 这三个孔相当于我们这个开关 L L1 L2 是不是 L L1 L2 这三个洞 那么我们改线的时候 要解决零线的问题 我们需要从这个灯泡这里 我们都知道家里面的灯 220伏 从灯泡这里 或者说从电源侧 取一根零线就可以了 我们家里面的电线 一般穿的都有这个线管 我们从这个线管里面 给它穿过去 一根零线 可以从电源侧 也可以从这个灯这里 那么有的师傅就说了 我穿不过去 怎么办 如果说穿不过去的话 我们就找一根铁丝或者钢丝 从这个线管里面 把这个铁丝 钢丝给它穿过去 之后用这里弯一个钩 把一根电线带过来就可以了 这根零线是必备的啊 把它穿到这里之后 我们就能改线了 只需要把这个开关换掉 其他都不用动啊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上面三个孔 三根线 L L1 L2 我们接待插座的 这三个孔上面 这三个孔是专门 给这个开关来用的 之后插座 我们需要接火线零线 我们可以把它给拆掉 这个是电源火线 这个是双控开关的L2 这个是L1 全部给它拆掉 拆掉了之后 我们把这两个头 给它接在L1 L2上面 看就是这种效果啊 这两个我们给它 插在左侧 拧紧了之后 还有一根 这个是电源的火线 我们需要给插座一个火线 我们需要找一根 这样子的小跳接线 把这两个拧在一起 之后接在这个火线上面 火线插孔 拧紧了之后 这里就是插座的火线 之后 这个就是插座的零线 我们把它插进去 之后把火线零线 给它接紧 我们这样子就把它给插完了 是不是 这里面这三个是灯 这两个是插座 之后 把电源插了 我们把这个零线 给它插在这个电源上面 它也可以从灯上面来取啊 这样子我们就插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啊 看 开灯关灯 都是正常的 双控灯 对不对 那么这里 我们就多出来了一个插座的 这个插座就能用了 简单又方便的 喜欢动手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一起学习啊 等一下 大家的收看